有关提高视线判决门槛的 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 在今天成功禁服二读 国民党立委汪小林提案 将大法官的判决门槛 从现有的总和过半数同意 要提高至少是三分之二 没向立委就通批 如果通过的话 形同架空 瘫痪宪法法庭 但是国民党也反击了 为何今天入会处理本案时 立委都没有任何提案 表示反对 如果行政院 你继续把立法院当空气 立法院也不会对你客气 认为行政院时常把国会决议 当耳边风 国民党立委汪小林 直讯台上获利全开 大法官的解释 未必能够完全拘束立法院 不满死刑事件案违背名义 汪小林日前也提出 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 重新定义大法官总额 并提高视线门槛 防止少数法官裁判 要求大法官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并且现有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也就是说大法官总额15人 如果修法三读通过 外来需要至少10名大法官参与评议 10名大法官同意才能做成裁判 遭绿营批评是修法架空 瘫痪宪法法庭 一切都用政治报复凌驾于任何人民 寻求大法官来救济的一个权利 只是上午院会处理报告事项 在场民进劳立委通通没有异议 让汪小林提案直接轻松禁服二读 由于7名大法官将在10月31号卸任 赖总统提名人选持续卡关 蓝营邀新届时只剩8名大法官 按现行规定只要4人就可以释线 万万不妥才要提高门槛 当然是必须要有更多的大法官 来共同的决定 并不是违宪乱证的修法 提高事件门槛是否顺利闯关 后续协商朝野将再度攻防 记者还会完成台报道